我 这手脚 我把华大妹定着 干事整的 你看看 哎呦我的妈呀 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 你说带这老师东西干啥呀 哎呦我的 你看你说的啊 咱们出去好几天呢 不得多带点东西啊 啊 你哎 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着没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 这是钱水峰啊 给咱网购的啊 哎不对啊 不是说咱去旅游的地方管吃的吗 对啊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 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你说你这人 说这傻话 哎 你叫大伙看看你的造型啊 不是 新闻邻居们 你看我老公 眼睛大不大 肚子小不小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 这不得了吃了 再说了 这些东西不光咱俩 还有人黄大妹子份的啊 黄大妹子 啊 咱们他啥也不带 就蹭咱们的呗 不是这黄大妹子 他家儿女双全的经济条件挺好 他也不差钱啊 他怎么这么抠门呢 他不是抠门 这么以前吧 他家条件稍微差点 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他是节了 我啥也没省下呀 哎 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呢 那就是老虎的饭量 披羞的消化系统 你个拉招 吃剩吃多少啊 再说人家黄大妹子 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 知道不 还助许的钱 她要不承担助许 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那我告诉你啊 咱们既然出去了 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 你别老敢在整事啊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还就那么一说 你这么的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合理分配咋分配 这么的 吃的我拿 这个你呗 啊 谁是老东西啊 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 太天了 你过来过来过来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你搞什么事情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拿 这吃的你拿 这吃的大伙知道不 一边走一边吃 越吃越吃 这个大伙我得把它背到攻击地 找不好我还得背回来 姐你是 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的 你不知道我啥人呢 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 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子吗 啊 吃 吃 你我的老公啊 我这辈子嫁给你 好好幸福哟 你看我这老伴吧 平时看着虎背胸腰的 这鸭一头还有胸毛 这小鸟一人呢 你说啥 行 行你看 你平大伙子 你要提我一个这点东西 我替你背着 一边哪一边 那我提你一个 我奴奋 阿姨啊 我这把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不是 他不是说你 他不是说你 他说我是 你是犊子 我 我 你这也不像 你这也不知道我像不像 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哈哈哈哈 你又有点分成吧啊 快点来 分东西分东西 阿姨这么多好吃的啊 这个什么 这次大米粒啊 带着吃的 这这份是你的啊 啊 这是那个前世方是网上的啊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 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 长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应该的吧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 咱们呢 也AA一回哈哈哈哈 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 是吧 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 六馒头拔个花卷 什么的 像下不 牛肉干 啊 烤鱼片 对 奶糖 你看看就看 巧克力 哎 全是进口的哈哈哈哈 是进口的 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啥敷脸呢 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哎呀大哥大嫂啊 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 嗯 姐姐 你的一贯作品都已经随入人心了 今天冷不停这么一敞了 嘿嘿 有点接受不了 平时我肾定节俭 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 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搬 我出把血 啊 你这哪是出血呀 我看你这是怪血肠啊你 这玩意怎么不少钱吧 哎呀 二十多块呢 哎呀 老头 不是 你的嘴咋这么沉呢 不是 你吃什么 你也吃一口 一会他好鬼了你就吃不着了 哎呦 你这人也太小店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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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来了你干啥呢 搞事咋来了呢 哎呀我的妈呀 挺浪漫呢 一家不到二十米 你搁这玩春油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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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小的 哈哈哈 有话就说了 就别动手了 哈哈哈 行行行 哎呀 这也太丰盛了 吃的挺富豪啊 这还咋说话呢 这都是鸡口的 拿出关 哈哈哈 哈哈哈 这都谁买的呀 黄奶奶买的 哈哈哈 黄奶奶 哎 你买的呀 啊 哈哈哈 黄奶奶 嗯 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滚足了 哎 那你也存折了 他说你是啥玩意 比如的 原来就长你爷样了 哈哈 什么呀 看爷爷啊 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 这什么这么花吗 你拉着啊 我爷爷一往前关系都没有 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 你给我来一套 拿着钱来 啥意思 小小费啊 咋的小费啊 全款 15块钱你要带啥呀 带点大菜呀 那比如大菜咋那么贵 什么玩意就15块 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我借 20 哈哈 二 二 20块钱只能买一样 好奶奶啊 我告诉你啊 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正好 就是过期的 过期的啊 啊 哎 这不过期的啊 那 那 那就是假的 这些东西你天不能吃啊 不是 不是 你要吃完了 那是啥样呢 你想要啥样的 你能吃到啥样的 算中肚 嗯 董中肚 哎呀 哎呀 天中肚 哎呀 哎呀 有那么邪乎吗 你 你 黄奶奶 这些东西吃完之后 轻力翻白眼 重点吃就翻篇了 他一看我跟你说 你少吃点干饭就没事 黄奶奶 千万不能吃啊 为了我爷爷的幸福 要吃完之后 爷爷扣半生 指定是打光棍了 赶紧打电话 赶紧给他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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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买的 嗯 能找着那家不 是实体店的 好吧实体店 实体店就好吧 哎呀太好了 二十块钱也能找回来 什么二十块钱呢 你家十倍法管 啊 十倍二百呀 二百 二百能行吗 最低两千 你真本了你啊 儿子 那实体店在哪啊 大米粒超市 啊 哎呀我的妈呀 不可能不可能啊 你要是假货 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 他就得负责啊 大米粒 不用 大米粒 哎呀老大哥 你得让我给你帮你啊 出来 快给他出来 大呀大呀 你有嘴呢 哎呀干嘛呀大呀 什么玩干啥呀 你咋还不走呢 你们 我走到哪走 我这火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咋 我问你点事啊 你皇上其他儿子 是不是在你超市卖东西了 对啊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吗 对你好好看看这个 对啊是我那儿的 那就行了 怎么的了 给你还一二百块钱 哎呀不要 我也没带钱呢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 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 你得还我少一份都不好给 你拿着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 这钱我能要吗 这成啥身呢 爸你这是咋的了呀 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 啊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 都是真的 谁说是假的呀 看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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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一大驼子站那儿 你给我过来 你说是假的是吧 我告诉你 你不过拿点证据来 你看我怎么石头捏 大姑 这还要证据吗 二十块钱买一堆 不是假的是啥 这一堆五百多呢 啊 五百 五百多 我跟你说 我就说嘛 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对 滚下流行吧大哥 大米粒啊 你能不能 给阿姨退了 老姨啊 那都拆分了怎么退啊 这拆分 你爸和你妈吃 你没看他还吃呢 那啥 这二百块钱 我就收起来了 你 你那黄姨啊 你大妈一回也没大妈到正地方 很像灌血肠的 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 哎呀 这哪是灌血肠的 这要我命啊 别着急 别着急 那啥 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 你整个 儿子 你买的东西真挺好吃 你看你老范大叔 那吃的根嘎的 不过呢 有人想买 给我二十块钱 买不俩药 你拿我当傻子 我都知道是五百块钱 你跟我说清楚咋回事 您为了我呀 别捡了一辈子了 没吃过好的 也没用过好的 现在儿子长大了 能赚钱了 我呀 就是想提升下 您的生活品质 我说都花钱了吧 又怕您使不得 所以 就杀了一小伙 儿子 五百块钱的事 回来跟你算账 这还做啥账呢 有这么好的儿子 你就偷着乐趣吧 既然儿子这么孝顺 你就听他一句话 好好地享受 几天生活吧 对呀 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 现在生活好了 啥也不去了 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了 好好安排安排 哎呀妈呀 哎呀 我儿子给我盯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 说三十晚上一举 你这么骗子呀 咱们别去了 咱们不去了 咱们不去了 别 大哥 大嫂 咱都这岁数了 既然孩子孝顺咱 咱们也高高兴兴 痛痛快快地享受一把生活 今天呢 我喝出去了 换把血肠 淋漓消息吧 商务套房一许三十块钱 有趣的吗 我请客 出发 走 别打了 都这块一起来 三百 一块 你慢点 走 你用一块